完全不像妈妈。像当年总是被小S嘲笑的何俞敏终于瘦下来了。大肠没腿,水蛇腰太犯规了。 康熙来了捧红了不少的人,又让默默无名的艺人变成话题性人物。 从前总是被小S开玩笑产后胖得像猪的台湾艺人何俞敏,近期晒出性感美照。 也从以前产后收不下来的肥胖身形体,从体重五字头一路降到四字头。 生完两胎,已41岁的她却拥有连少女都望尘莫及的性感悲勾,让人直呼态犯规。 何俞敏表示生完二女儿呱呱后让体态再度失手,靠着代谢贫抚助总算重新恢复好身材,更骄傲地说,我现在状态比怀孕前更好。 重新找回S曲线的何俞敏不止成功接下代言,更被邀请拍摄时尚杂志封面,以一些性感麻架造行径。 双修长眉腿和水蛇腰让人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。 她老公更在拍摄当天特地送上99朵玫瑰大方室爱,夫妻间的好感情羡煞众人,何俞敏则娇羞地表示身材变好后和老公又重温热恋期,婚姻生活每天都相当幸福。 已经是双宝妈的何俞敏表示为了不让身材大走针,怀第二胎时又特别控制饮食,但高龄导致代谢力下滑,尽管没有第一胎暴增的夸张,产后依然卡关无法捡回理想数字。 她无奈地说,女人的代谢力是无法跟老天爷对抗的,就算吃再少,做瑜伽,也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很快就恢复。 直到首邀体验雷勒拉了全新升级版,才改善了代谢问题,不止成功减下来,更惊人地回到四字头。 我已经快十年没有看到四十八这个数字了,我一直维持在五十出头,这根本是我二十五岁的状态。 何俞敏开心地表示她没有想到搭配辅助品比她单做瑜伽还有效,更开玩笑地说要使节目有老艺人回春票选她一定可以拿冠军。 恢复少女身材让何俞敏事业录大开,不止接下代言活动,更成为国际专刊的封面人物。 首次拍摄时尚杂志的她紧张表示,我已经很久没有穿着摩天身的衣服了,妈妈穿这样真的可以吗? 尽管在试装时一直担心表现不好,一上镜头立刻驾驶十足,一双纤细长腿让摄影师直呼根本是台版的孔孝珍,正名为孔小镇。 首次挑战马甲造型的她更俏皮地说,连老公都没有看过我穿这样,好想外借这套衣服带回家玩笑。 直接又坦率的话语让现场的工作人员笑声不断,纷纷表示她不止身材18岁,连内心都是个真少女无物。